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采用了贯穿式的头灯 而且分体式灯组呢 也让这台车的前脸的辨识度会更强一些 来到车身侧面 为什么它给自己定义为超A级的这样的一个家轿呢 其实在尺寸上有所体现啊 它整个车长 4835毫米 轴距呢 达到了2米8 虽说比一般的A级家教的尺寸呢 更有优势一些 另外咱们试驾的这个版本车型呢 配了一个18寸的低风组的轮毂 而且轮毂的造型还有样式呢 我觉得还算比较好看了 另外一点就是整车的线条和比例感呢 做的是比较协调的 特别是B主往后一直延伸到车尾 有一个仿佛在溜背的造型 如果你光看侧面 甚至可能会以为它是一个仙背式的车型 其实它就是一个三项车 另外一点呢 就是门把手 这个细节的设计我个人比较喜欢啊 它采用一个半封闭式的结构 也有实体的这样的一个开启的感觉 但是呢 它比伸缩式的门把手更实用 更便捷一些 那么来到尾部 我觉得这是武林星光最具设计感的一个地方 首先贯穿式的尾灯呢 跟前脸有一个呼应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而且侧面来看啊 它的这个折角拐角也是相对比较有个性化的 并且这个贯穿式的尾灯呢 还起到了一定小压尾的感觉啊 另外一点就是整个尾部呢 采用的是一个比较简单化的处理 中间呢只剩了一个武林的银标 那么整个视觉中心是比较偏低的 不过我个人感觉有一点寒系车的影子在里边 那么后备箱的开启方式会在比较低的位置 打开之后呢 这一点也是这台车的一大亮点 就是后备箱的储物空间 它的整个容积达到了540升 我现在放了一个储物箱往里边推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进身是非常可观的 所以说作为一台轿车 特别是三箱轿车而言 这个储物空间没毛病 而且它还有一定扩充 打开盖板之后 下方放一些充电枪啊 或者说一些随车的小物件没有问题 那么接下来我们到车内看看 这台车的内饰跟它外观是不是一样有设计感 坐进武林星光的车内呢 可以看到啊 整个副驾是放倒之后呢 跟后排连接在一起 取掉头枕 这就是一个舒服的休息的一个躺椅的状态 那么武林星光的内饰呢 主打的还是一个简洁和科技感 前方有一个8.8英寸的液晶仪表 主要显示车辆的行驶信息 那么中控的显示屏尺寸呢 咱们这个版本啊 是15.6英寸 我觉得这个尺寸也是目前车机里边啊 比较偏大的一个尺寸了 那么它的整体的车机的系统呢 是用了0OS的系统 系统操作起来呢 是非常顺滑的 而且我很喜欢它这种卡片式的布局 UI的界面呢 很简洁 我们要使用哪个直接点就OK了 那么车辆的设置 包括一些娱乐系统呢 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那么在屏幕下方呢 其实是保留了一定的实体按键的 用于控制空调的风量以及温度调节 在后方呢 就是换挡区域 它采用了一个旋钮式的换挡机构 不过我觉得这个质感啊 可以做的更好一些 提到质感呢 其实这个方向盘还是有一定说到的 它采用了一个双幅式的方向盘 不过上面的按键呢 依旧采用了塑料按键 这一点呢 也是可以加强的 还有一点啊 整车的内饰 包括我们这个高配版车型呢 都是没有带天窗的 我觉得有那么一点点遗憾 后排的最大亮点呢 其实就是这台车的空间杆了 整个2米8的轴距体现在腿部呢 是比较富裕的 另外头顶呢 也不会显得非常压抑 虽然说它外观采用了比较溜背的造型 但是呢 坐下来之后 头部空间还是有大概三只左右 而且它的地台啊 几乎是全屏的 所以说对于这样一台车的空间来说 我觉得它打上超A级这样的一个标签 还是说得过去的 另外在输入性配置方面 后排有单独的空间充风口 而且它的整个座椅是非常松软 非常发泡感 很足的 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坐在里边呢 主打的就是一个舒适性 那么作为一台插电混动版车型呢 我觉得这台车在动态部分的表现也是消费者比较关心的一个部分 首先先说一下它整体的一个动力参数数据 作为一台插电混动版车型 它搭载了一台1.5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 那么这台发动机的最大马力呢 是78千瓦 峰制扭矩的130牛米 那么驱动电机的最大马力呢 是130千瓦 峰制扭矩的320牛米 所以说作为一台插电混动版车型 我觉得它在有电的状态下 或者叫满电 垢垢的情况下 它的动力响应还是非常不错的 不过今天我们走的大部分的路啊 是这样的一个山路 而且车辆给到我们的时候呢 基本上都是处于一个溃电的状态 在溃电状态下呢 发动机这样的一个动力的输出啊 我觉得对于这台车来说 相对来说会比较薄弱一点 不过好在它给到了多种驾驶模式的选择 如果我打到运动档的时候呢 它会强制使用所剩不多的电量 用到我们扭矩的一个补充上 这个时候在山路特别是爬坡路段呢 我觉得对这台车的帮助还是非常明显的 另外在底盘部分呢 它采用的是前麦富逊加后异形多连杆的一个结构 那么这一套结构呢 其实对于50的车型来说的话 我觉得算是一个比较高的配置了 整体的一个底盘调教呢 是偏向舒适性的 甚至会有一些偏软 特别是在大弯道或者上坡弯道的时候呢 你会感觉到车身的一个悬架的压缩 会非常明显一些 不过呢 它带来的或者说换过来的舒适性 就要强很多了 坐在里边 这种过滤啊 还有这种滤震的表现 我觉得对得起它的这个价位 50星光的转向手感呢 是非常轻松的 我觉得现在绝大部分车企对于转向的调教呢 应该都是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高度了 不会让你觉得这台车很难开 虽然说没有很高阶的一些调教 但是满足日常的通勤 或者说偶尔跑跑山 你会觉得这台车不会有一定的压迫感 或者不会有难度 上手度呢 是很轻松的 今天的试驾活动呢 其实还有一个节油挑战赛 但是由于路线的问题呢 我们就没有参加而是按照自己日常的驾驶习惯 还有路况呢 进行一个正常的驾驶 那么今天跑了爬山路 基本上都是以上坡爬山为主 另外呢 还有一定的高速 还有一定的程序道路 目前我的表显综合油耗呢 是7.4升百公里 当然了 这个车给到我们的时候 就是一个溃点状态 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油耗表现满意吗 好的 最后再来总结一下 50星光这款新车 我觉得是非常标准的一台 以节油或者叫省油经济性 为设计起点的一台 家用A级插电混动版车型 那么它带来的这种 视觉上的冲击力呢 也是非常有新鲜感的 虽然说挂着50的银标 但是整体的外观设计风格 还有这样的一款家轿的造型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 还是会比较喜欢的吧 另外一点 它的车机真的做的 相对来说比较不错了 我觉得大家感兴趣呢 可以多去试一下 至于它的价格 既然锚定在了10万元这个家轿 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和竞争 还是非常大的 至于它最终在市场表现如何呢 我们拭目以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